洗脸后,该用毛巾擦前?还是自然风前? 皮肤科医生来解答 大家都知道肌肤保养的第一步是清洁,把脸洗前净的重要性应该不必多说,清洁的步骤相信每个人也都是专家了,但是 洗完脸,清洁后,脸上还有水珠残留,肌肤还微湿的那短短几分钟的状态,却是肌肤保养很重要,却被大家忽略的一环 多数人都不清楚,甚至没有意识到,在肌肤清洁和护肤步骤之间的短暂时刻,同时肌肤仍保持湿润的状态,应该能做些什么? 根据调查,大部分的人都会拿毛巾擦去脸上的水分,也有些人选择自然风前,到底怎么样的做法才是对肌肤有帮助 就让专专业皮肤科医师来为大家解惑,最后的结论也许会让你大吃一惊 理论上,自然风前的方法听起来的却不错,不过我实在是太忙碌了,根本没有多余的时间去等脸上的水分变前 一位纽约皮肤科专家Shering Idris说道 他提供了一个比用毛巾擦拭或自然风前更好的方法,就是用手轻轻地拍打肌肤,把肌肤上多余的水分排前,不要过于用力,否则会导致肌肤变得潜躁或敏感 另一位纽约皮肤科专家Shering Idris指出了肌肤使用毛巾擦拭与轻拍之间的不同,他说 使用毛巾擦拭,摩擦会造成肌肤过敏与红肿,这是我的病人们常会犯下的错误 下次再使用毛巾时,一定只能温柔地轻拍肌肤 说到肌肌肤自然风前方法,皮肤科专家Zichner认为是没有问题的,只是没有很实用 然而,位于华盛顿的皮肤科医生Adam Freeman则不介意风前 因为风前会带走表层肌肤的水分,抑制皮肤细胞更新 会让肌肌肤变得前噪甚至脱皮 根据Freeman医生的指示,最好的方法就是用毛巾轻拍肌肤 这样在上妆时,肌肤仍能保持水润 虽然皮肤科医生提供了略有不同的答案,但每个人都同意以下三件事 1. 用毛巾擦拭,磨擦,皮肤绝对是大忌 2. 用前进的毛巾轻拍脸颊对肌肤不会造成伤害 3. 如果在肌肤仍然潮湿的状态下开始保养 可以让肌肤锁住水分,并有助于防止肌肤前噪和刺激等常见的问题 3. 大家都知道肌肤保养的第一步是清洁 8. 把脸洗前噪的重要性应该不必多说 清洁的步骤相信每个人也都是专家了,但是 3. 洗完脸,清洁后,脸上还有水珠残留 3. 肌肤还微湿的那短短几分钟的状态,却是肌肤保养很重要,却被大家忽略的一环 4. 多数人都不清楚,甚至没有意识到,在肌肤清洁和护肤步骤之间的短暂时刻,同时肌肤仍保持湿润的状态,应该能做些什么? 5. 根据调查,大部分的人都会拿毛巾擦去脸上的水分,也有些人选择自然风险,到底怎么样的做法才是对肌肤有帮助 5. 就让专业皮肤科医师来为大家解惑,最后的结论也许会让你大吃一惊 5. 理论上,自然风险的方法听起来的却不错,不过我实在是太忙碌了,根本没有多余的时间去等脸上的水分变前 5. 一位纽约皮肤科专家Shering Idris说道 5. 他提供了一个比用毛巾擦拭或自然风险更好的方法,就是用手轻轻地拍打肌肤,把肌肤上多余的水分排浅,不要过于用力,否则会导致肌肤变得浅躁或敏感 5. 另一位纽约皮肤科专家Sher Zichner 指出了肌肤使用毛巾擦拭与轻拍之间的不同,他说 6. 使用毛巾擦拭,摩擦会造成肌肤过敏越红肿,这是我的病人们常会犯下的错误 6. 下次再使用毛巾时,一定只能温柔地轻拍肌肤 6. 说到肌肤自然风险方法,皮肤科专家Zichner 认为是没有问题的,只是没有很实用 6. 然而,位于华盛顿的皮肤科医生Adam Fryer们则不建议风前 6. 因为风前会带走表层肌肤的水分,抑制皮肤细胞更新 6. 会让肌肤变得前噪甚至脱皮 7. 根据Freyerman医生的指示,最好的方法就是用毛巾轻拍肌肤 7. 这样在上妆时,肌肤仍能保持水润 7. 虽然皮肤科医生提供了略有不同的答案,但每个人都同意以下三件事 8. 用毛巾擦拭,摩擦,皮肤绝对是大忌 8. 用前进的毛巾轻拍脸颊对肌肤不会造成伤害 8. 如果在肌肤仍然潮湿的状态下开始保养,可以让肌肤锁住水分,并有助于防止肌肤前噪和刺激等常见的问题 8.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